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继续为了介绍高分美剧 越狱 狱长让三二离场,准备开始执行死刑 迈克感觉哥哥像是在对自己说什么 却已经隔着玻璃啥也听不见 这时行刑室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连子也随机被拉了起来 迈克与小微面面相去 不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久林肯被带出了行刑室 狱长告诉他们 法官找到了一些新证据 死刑被延期了 小微离开后 林肯告诉迈克 自己刚刚在玻璃外 亲眼看到了三十年未见面的父亲 迈克觉得哥哥定是产生了幻觉 因为整个关心室只有自己 小微及几个记者在场 副总统得知林肯还活着 命令凯勒马与萨曼莎尽快调查清楚 小微与对方律师一起来到法官办公室 法官说 昨晚十一点他准备下班时 在门缝中看到了这份资料 其中一份是副总统哥哥特伦斯的尸检报告 上面清楚证明尸体上有蓝尾 而另一份报告上却记载着 特伦斯十二岁时也割掉了蓝尾 为证明死者是特伦斯 法官决定将死刑延期两周 重新验尸 小微打电话 将法官准备验尸的决定告诉迈克 重新看到希望的迈克 再次为越狱做起了准备 林肯从狱长口中得知 昨天关心室除了迈克 小微和两名女记者败 还有一名头条报仇的男记者普尔 迈克认为 医务室下方的储物室 之所以会更换直径十二寸的管道 肯定是监阅以有所防备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对面的精神病区 内动唯一与医务室 共用地下道的建筑 他打算从警卫休息室的洞下去 沿着66号线大约四十码处 有一个壁炉 之后剩下一半的路程 从地上过去 此言一出 队友们纷纷表示反对 因为从地上通过太照眼了 此觉无异于自杀 为熟悉地下的管道分布 迈克决定 夜晚从大洞钻出去踩点 苏魁很不放心 求在洗衣房工作的表兄德尔帮忙 搞来一套警符交给了迈克 副总统公然在媒体面前 抨击法官与小微等人 对自己哥哥特伦斯开关验尸的无耻行为 尽管如此 法官还是顶住压力进行了验尸 可惜尸体已腐烂太过严重 只能通过牙齿来进行检验了 法官为尸体做了齿磨 却发现与特伦斯的完全吻合 听到这个结果的小微与尼克大失所望 先前越狱小队将挖住的水泥块填在墙壁内 导致墙面出现了一个大洞 里面的水泥块倾斜而出 还好队友们齐心合力 友经无险重新补好了墙面 老DB看到阿明口袋中 调出一张从伊拉科寄给女儿的明信片 当即明白 阿明是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 才假装自己的前线服役 就这样 两个从不娇举的男人 因为各自心爱的女儿 第一次有了共同语言 林肯躺在单人间中 反复琢磨着行星时看到那个人 他闭着眼 努力回想父亲小时 在自己观看棒球比赛时的情景 顿时睁大了双眼 他想起来了 爸爸和他当时最小的一个芝加哥球员 名字就是普尔 麦克从镜中看着背后的纹身队苏葵说 精神病区陷害着管道错动复杂 如果我今晚弄错方向 很可能不能按时回来 说完便抱着警服钻入管道 随后打开警盖 换好警服钻出的地面 面对照向自己的摊照灯 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朝上面挥挥手 瞒过了看守 而后麦克又来到精神病区 假装进入厕所 在地下一层找到了对应的出口 之后麦克在经过咕噜房 准备返回牢房时 遇到了位偷偷喝酒来到咕噜房的狱警马克 为了不让他发现 麦克努力先后躲闪 后背贴在滚烫的管子上 被烫得面部扭曲 疼痛男人也不敢叫出声来 直至马克离开 麦克才逃回了牢房 麦克的后背 已被烫得皮开肉绽 与衣服粘在了一起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但他知道 若被狱警发现绝对活不了 他咬紧牙关 让苏葵连着破损的皮肤 硬生生将警服脱了下来 撕心裂肺的叫声 响出了整个监狱区 准天麦克醒来 伤口已被Sara小心的包扎好了 Sara问他是否些事有所谓 麦克忙摇头否定 死活不肯说出是谁所谓 与此同时 苏葵也被当成嫌疑犯 带进了预长办公室 萨曼莎与凯勒们调取法院监控 发现了头戴棒球帽的匿名送信者 二人将画面放大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 Sara在麦克的伤口中 发现一块蓝色的衣服纤维 怀疑是警卫制服上的材料 麦克一被送回牢房 便迫不及待脱掉衣服 拆卸绷带查看后背的纹身 看后接近绝望地说道 我们又来穿越精神病区 到达医务室的路线地图没有了 这可如何是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有个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等待我的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有个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